重生后,我又遇见了宋石行 他遍体鳞伤地靠在巷尾,奄奄一息 我知道,三年后他会成为问鼎天下的君王 而我是他的皇后 权力富贵尽在掌心 但这一次,我不想救他了 宋石行,这一世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 余光中,宋石行靠在墙角奄奄一息 前世,我挑着一筐热腾腾的豆腐经过,发现了他 我将他带回家,倾尽所有给他买药智商 半年后他要走,但留下一枚玉佩和一句话 我会回来娶你 我只是救他,并没有想要他的报答 我是普柳之姿,自知高攀不上 所以从未肖想过这些 但他的话还是在刻印在我心里 在回忆中滋长着情愫 他走那夜,有贼人杀进我家,害了我爹娘 我躲在狭小的烟囱里,才逃过一劫 曝光无果,而大周也从这一天开始乱了起来 此后三年,更是狼烟似起恶嫖遍野 我如游魂四处飘荡 后来我终于打听到他的下落 我本以为,他也会和我一样欣喜 却没有想到,他只毫无波澜地看了我一眼 让人安排,我去军帐歇着 不失望是假的 但青涩稚嫩的我,几乎无力反抗 后来我在军中做了厨娘 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给他做饭,送些夜宵 那些日子,我总盼着他在军中时 我能给他送去一碗夜宵 在安静的夜里,他在等着吃着我做的饭 而我满眼里都是他的样子 是幸福也是满足 可那天,左军大胜全军饮酒庆贺 我却被他的副将借着酒禁拖进了军帐领辱 我向他求助,可他只是端着酒杯 面无表情地看着 天亮后,副将和他道歉,他也原谅了他 而我拖着残破的身体离开了军营 只想回到京城,买骨在我爹娘身边 直到此时我才懂,这一段相遇 从偶然到必然,都是我在做他在看 他所付出的,只有临行前的那句话 等我回来娶你 只是一句话,并不包含情意 是我想多了 他依旧是天上月,与我有云迷之别 可就在我遇死那天,他找到了我 那时,他已经夺得天下登基称帝 他当着文武群臣的面,说我救过他 他也承诺会娶我为妻 圣上真是仁义之君啊 连卖豆腐的丫头对他的小恩都感念在心 兑现诺言 群臣如是说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那夜为什么不救我? 明明没动情,又为什么立我为后? 红烛晃动,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 愈发冷漠 你救我,我报恩,而已 他退了红袍,出门而去 此后,他每夜都来我房里 但只闭目静坐一个时辰,事后起身而去 天下女子都羡慕我 一个普通妇人,却因为遇到了圣上 而坐享了荣华 听到这些时,我只是笑了笑 我已懂了宋时行立我为后的目的 他要明 是仁义之明,是天下人甘愿追随拥戴的明 一个月后,他离开时,我喊住他 我在帮你最后一次 但希望你也能真正回报我一次 我死后,请你将我葬在我爹娘身边 宋时行没回头 第二天,我召见了他曾经的副将 如今的郑国将军,与他两杯毒茶同归于尽 我知道,此人专横跋扈,行事无状 宋时行忍他很久了 但刚登基的他,又杀不得旧臣 所以,我报了仇,也报了他 死前我只是想着 如果没有遇到宋时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或者,我再自信些 再强大些,又会是什么样子 但不重要了,我的人生,又重来了一回 又回到15岁这年 又再一次,在明媚的春光中 看见昏暗巷子里,正濒死的宋时行 我的脚步只顿了顿,随即迅速走过 没有回头,不会迟疑 但心却撕裂地痛着 他说,他要娶我,让我生了爱恋 他留我在他身边,又让我生了遐想 他强行立我为后,让我不得不苟言残喘 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掐灭我所有的念头 那一个月,我常常在想 我在宋时行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是工具吧 从我救他那天,他或许就想好了 若有一日他为帝王,立我一个庶民无言女为后 一定会得天下人的赞誉 对于作为新帝的他,声明是他坐稳天下的根基 我的存在,只是他随手捡来的一块微不足道的垫脚石 这一事,我不想再和他有瓜葛 豆腐摊摆在路口,街坊都涌上来买 不一会儿,我就收摊回家 在路过那条巷时,宋时行已经不在了 只有地上残留的属于他的斑驳血迹 被他手下就走了吧 青牙,我娘小跑到巷子里接我,我也快不走着 娘,我豆腐卖完了 娘无心接话,只拉着我的手急匆匆回了家 又神秘地关上了门 青牙,娘刚才去找你 路上见个小伙子受伤要死了,就将人带回来了 他说着,塞了我一吊钱 我和你爹照顾他,你快去请个大夫回来 肩头的担子滑落在地 我声音发抖地问我娘,在四住家的巷子里救的 我娘点了点头,怎么了,你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我慌乱地推开卧室的门,一眼就看到,正躺在床上昏睡着的宋石形 怎么,会这样? 我站在床头,静静打亮着宋石形的脸 前一世我照顾他的时候,常这样看着他 惊叹着世上怎么会有生的如此好看的人 宋石形是前一世我狭窄贫瘠的生活中,见到的最精致好看的人 但经过一世,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外貌和内心,并不一定统一 心思转过,我低声道,将他丢出去 爹娘十分错愕,娘压着声音,丢出去他就死了 不丢他,我们救得死 爹娘显然被我的话吓到了 我转过身和他们解释,京城外已经有隐隐的乱象 事到很快就要乱了 他这样来路不明又深受重伤的男子,会给我们招惹杀身之祸 那,那听闺女的 我爹道 我们合力去将宋石形拉起来,一人一只胳膊往外拖,等拖到房门口 忽然宋石形睁开眼了 他的目光和我对上,一瞬间眼底崩现出了浓烈的杀意 物将你带回来,但现在不想救你 强压住慌张,我一字一句告诉他 宋石形脸色铁青,我相信如果不是他此刻真的虚弱 这样被当成托不一样对待后,他很可能手起刀落杀了我们全家 我有钱 宋石形闭着眼睛,不想面对此刻带宰羔般的窘迫 伤好后,可以给你更多的报酬 不要 我要钱,但不会拿全家的命换 见我由言不尽,宋石形便死死盯着我 华丽的袍子将地面扫出一条干净的痕迹 我娘跑去打开了侧门 三个人正要合力将她丢出去 忽然,门外出现三个同样浑身是血 但手握着长刀的黑衣男子 他们一个人用刀指着我们 令两个人紧张地去皆被我们抬在半空正欲丢的宋石形 一斩茶后 宋石形重新躺在了我家的床上 这一次还多了三个人 大夫来了,留了药又走了 宋石形喝药后,给我了一顶金子 声音极冷地告诉我 明天我们会走,这期间请你安分点 我接着金子,转身要走 又停下来看着她 你的命,一定不够 宋石形一愣,随即露出讥讽地笑 像是在说,我这样的市井女子 果然眼里只有黄白之物 格局之小,眼皮子之浅 够了吧 宋石形将她的钱袋子丢给我 当着她的面,我拿走了她所有的钱 将空了钱袋子丢回去给她 并提醒她,明天记得走 等等,宋石形喊住我 我没回头,但停下了步子 等她说话 我们要吃东西 我开门出去,给她们煮了四碗面 宋石形吃着 前世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 前世许多个夜里,我给她送去夜宵 她也是这样安静地吃着 我们并不说话 只有我满心都是对未来的遐想 忽然,她看向我 问道,这附近,可有一位姓郎的老先生 我心头一跳 因为这句话,前一世宋石形也问过我 我当时怎么说的 我说狼先生我认识,常来买我家的豆腐 第二天,宋石形就让我带着他去找狼先生 后来,狼青鹤成了他的军师 但我在军中时没有见到狼先生 我也打听过他 听说他一直帮宋石形带着右军 与宋石形的左军守望相助 两军配合所向披靡,势不可当 不清楚 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附近的住户流动性很大 来来去去,认识的不多 宋石形盯着我的脸,在考量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道 如果让我知道你骗我,我会杀了你 随便 我回了他一个嘲讽的笑容 杀几个手无寸铁的百姓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宋石形轻痴一声 我倒不知,平头百姓中 有你这样心硬如铁士才如命又奸华的女子 彼此彼此吧 我收了他面前的碗,开门出去 洗碗的时候,宋石形一直站在窗口看着我 做完事我回了房 惊觉身后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如果不能改变前一世的结局 那我重活一世又有什么意义?我到底该怎么做? 回忆前世,不得不承认宋石形是称职的上位者 野心勃勃,断情绝爱 他起兵时,他嫡亲的姐姐梁王妃 正怀胎五个月 他的郡王府旁之亲眷数百人也都毫不知情 当他围攻京城时,那些亲眷都成了人质 而他看着一颗颗滚落的亲人的头颅 却依旧可以悠闲地喝着茶 登基后,那些从龙旧部开过功臣虽都加官进爵 但却不少成为他的心头患 被我毒杀的副将士,狼先生也是 我被封为皇后那日,我和狼先生曾远远见过一面 这以后,狼先生几次求见我,都被宋石形待聚了 不知,前世狼先生的结局是什么 但想来也逃不开,狡兔死走狗篷 夜色浓郁,院外有细碎的脚步声划过 屋顶上的瓦片时不时发出轻微的踩踏碰撞声 宋石形屋里熄了灯 一夜未眠 我早起磨豆子时,宋石形已经起了 他恢复的速度比前仪式要快 在干什么? 他问我,莫豆子 我咬了一碗煮熟的豆浆给他,喝完就上路吧 宋石形皱眉 哐当一声,他的侍卫将刀架在我脖子上 宋石形摆了白手,静静坐在一侧 看我一家三口做事 你从我这里拿的金子,足够你十年无忧 还需要卖豆腐吗? 他忽然道 十年而已,我扫他一眼 公子对救命之恩的回报,出手还是小气了 宋石形笑了起来 爱钱爱得这么坦荡,我还是第一次见 他靠在椅子上,静静打量着我 我没再理他,出门前嘱咐我爹娘回屋 便挑着担子出门 刚摆好了摊子,宋石形来了 他帮我点钱,还提醒一位偷拿豆腐的街坊 两文钱而已 他虽笑着,却自有一股上位者的灵力压迫感 街坊半个字不敢说,丢了钱就跑了 不要心软,他提醒我 既是做买卖,那就得算轻了 我转头看着他,好的,不心软 多谢赐教 他看着我,若有所思 我收拾摊子,前世他没有帮我卖过豆腐 更没有和我说这么多话 我想他离开时,可能连我的名字都没有记住 发生了什么,让事情有了变化 午饭时,他的手下试吃后 他才冻筷子 收着 他放了一块玉佩在桌上 修长的手指点了点,强调着 是那块我在熟悉不过的玉佩 前一是我几次要饿死 也舍不得将他点当换钱 我心头的火,猛然拱了上来 这是公子增补的救命钱 信物,你若卖了,我会生气 他将玉佩塞在我的手里 至于救命之恩,我就以身相许吧 我紧紧捏着玉佩,想到前世 他留下玉佩,说会回来娶我 他从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报恩 因为他是施舍 譬如一条狗,你丢给他肉骨头钱 会问他你爱吃猪肉还是鸡肉 不会的,一条狗而已 不必了,我没看上公子 我回他 他听着,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只是拿起外衣,停在我面前 相信我,这世上没有谁能给你更好的姻缘了 权利富贵,想要的你都会有 他不急不慢地说完,好似我一定不会反驳 一定会顺从,一定会爱上他 就像前世那样,等他,爱他,跟着他,服从他,直到死 我先翻了桌子,暴毙蹲在地上 愤怒几乎将我淹没 宋时行,这一事 看看最后谁会是那条任对方拿捏和宰割的狗 下午,我提着一桶豆浆几块豆腐去了身像中 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 开门的是一位鹤发童颜先锋盗鼓的老者 狼先生 我将豆腐递给他,刚做的豆腐给您送些来 狼先生一愣 狼先生截然一身 在这里开了一间极小的私塾 附近的七八个孩子每日来他这里念书 听说收的数修很少 他过得很辛苦 前世 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不得志的老书生 后来他闻名天下官拜宰府 大家才知道他是略不是初的高人 我央求了狼先生 求拜他为师 本以为狼先生会嫌我自质差 又是女子而拒绝我 但令我意外的 他竟同意了 我认识字,寻常的书我也读得通 但也仅此而已 再深的学问和道理我就不知道了 狼先生本以为我只是想认识几个字 却不要我这么认真 不但经读戏北 还会钻营深问 青牙末不是要去考功名 吃晚饭时 狼先生笑着问我 还真的想考 我笑着道 狼先生哈哈大笑 俯着花白的胡子道 一视为人 确实不该拘泥在框架规矩中 这世道就是因为有这些 才少了很多乐趣 因先生的肯定 我的想法更清晰了几分 我都两视为人了 却依旧被宋时行困着 来自他的威慑和禁锢 像无形的牢笼将我困在里面 我要打破这些 改变结局 先生 我放下笔证中问狼先生 什么是眼瘾 犯言如何犯 狼先生也不吃饭了 坐我桌前和我细细分析了 什么是眼瘾 大周言商都是如何做的买卖 明白了先生 明日上午我就去户部买眼瘾 我清楚记得 乱世前朝廷卖了一批眼瘾 那天我在药行给宋时行抓药 药行东家让我等着 他拿着钱就去了户部 当时我不懂 现在明白了 世道要乱朝廷已压不住 所以卖了一批眼瘾充盈国库 以筹备粮草 准备随时出兵 你不是问问而已 狼先生惊得很 你要坐盐商 先生 机不可失 我先买道眼瘾 再思考后面的路 狼先生目瞪口呆 第二天一早 我将宋时行给我的金子 换成碎银 等在户部对外办公的茶房外 我是第一个来的人 以至于开门的小丽 小丽看到我很惊讶 姑娘这是作甚 我来买眼瘾 你是疯了吧 眼瘾又不是不投 随时都能买 小丽摆着手 快走快走 我站着没动 小丽轰不走 我就不再管我 一盏茶后 小丽捧着刚下达的公文 瞠目结舌地看着我 你是何人 为何消息比我还快 我笑而不语 买多少银 小丽嘀咕着问我 我将手里的钱数给她 五十张 一饮两百金盐 折银一两八钱 缴税三两 小姑娘 有破例 小丽打量我破旧的衣衫 表情古怪地 将眼瘾数给我 将眼瘾拿回去给先生看 先生哭笑不得 接下来 你打算如何做 我没有人手 也不可能独自去 百里外的盐厂 提盐回来贩卖 先生 这好办 三日后 互不停售眼瘾 我将眼瘾以八两的架 倒卖出去 乱世后 眼瘾就会变成废纸 所以要迅速脱手 给先生炖了一只鸡 我看着他喝汤 又问他 现在春季 我想去香林 收上寄的米粮、棉花以及预定秋季的稻子 要去哪个衙门报备 狼先生这次 没有再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过了左邻右舍 下乡去收了米粮以及木炭 18天后 西北勤王起兵 消息传到京城 富户和百姓都开始囤粮囤炭 一时乱象丛生费返迎天 我囤的货 短短两日销售一空 这次 我还结识了几位富商 收了铁矿雇兵指手 铁矿出铁才尽如流水 半年而已 青牙变成了富商 狼先生钦佩地看着我 你比我想的聪明 形势也更果断 是能成大事的人 我给先生倒酒 光果绝没有用 还要先生这个好剁手 狼先生戳了戳我的额头 转眼入下 这一日我傍晚去找先生 推开门随即愣住 破旧的院内 宋石行格格不入地坐在当中 看见我他一点不惊讶 含笑道 好久不见 迟了半年 宋石行还是找到了狼先生 冯姑娘送走爹娘后 似乎格外忙碌 这几日 找京城内外二十家药行 订了八千人都用不完的外商药 打算做什么 卖啊 我将碗饭给狼先生摆好 你要吗 熟人可以给些优惠 他让我送他出门 在门口 他浅笑问我 婚期定在年底如何 十一初八是你的生辰 就这天吧 我心头猛跳了几下 我是庶民 还貌丑无财 公子要娶妻 也该娶与你狼财女貌门当户对的 这是和前世不一样 我猜夺着他 在想什么 不要妄自菲薄了 宋石行忽然弯腰 在我耳边道 女子的美貌和权势 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我只喜欢聪明的女子 你就很好 他鼓励地看了我一眼 跨马而去 我立在门口 心中久久不能平复 当夜 我去找了爹娘 给他们重新换了住处 并仔细交代他们 不要出门 过后几日 西北 江南 西南各处一军陆续起誓 和前世的时间一模一样 但不同的是 这一次 狼先生没有随宋石行去做军师 而是 随我离开了京城 前世 爹娘去世后 没多久 京城里也开始乱了起来 盗贼横行 凶暗无数 但朝廷自顾不暇 根本没经历管百姓的死活 没多久后 京城第一次被围 我跟着邻居逃了出去 这之后 我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当时北方势力最大 和宋石行一时旗鼓相当的人 名叫肖木 此人是土匪出身 也是启示最迟的一个 可他却在短短半年内 收了八万兵马 并迅速壮大 一年后几乎能和宋石行 以及秦王不分伯仲 但可惜的是 他从启示到陨落 前后只有七个月 肖木被杀也是个传奇 当时他中了宋石行的圈套 全军覆没 他中了十几件 临死前还一件射断了宋石行的军旗 后世评价肖木 有勇无谋 做冲锋陷阵的将军 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做决断的上位者 他就过于冲动鲁莽了 我现了百罐商药 入住了狼牙寨 等我见到肖木时 我和狼先生都惊住了 你是肖木 今年几岁 我打亮着眼前的少年 少年个子不高 还没变生 但看上去不弱 只是单纯的青涩稚嫩 他父亲越出去世 他才接管寨子 看上去管得也不大行 肖木眉头一横 怒道 小爷今年十四了 十四 不像啊 我还没长个子呢 肖木气得很 一刀劈开了前面的石墩 用武力示威 我哭笑不得 猜想前是肖木之所以有勇无谋 是不是因为他年纪太小 设施太浅 是不是寨子内饭菜不香 晚上我给你做饭 肖木先是不屑 等吃到菜时 他连吃了三大碗 最后摸着肚子躺在凉席上 狼牙寨里不太平 二当家和三当家 其他年幼稚嫩 每日生事闹事 想要夺权 甚至还擅自带兄弟下山拦路抢劫 肖木知道后 和二当家打了一架 他打输了 也没哭 然后开始没日没夜练功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 夜半 我递给他一杯茶 他惊讶地看着我 不用刀用什么 我和先生对视一眼 在他耳边低于两句 你一个女子 敢杀人 肖木看着我 我替你解决了他们 但往后你得听我的 我拍了拍他的头 还要认我做姐姐 肖木愤愤不平 怒道 你杀了再说吧 当天夜里 我买了一千两银子 在寨子里的槐树下 引着三当家的儿子 在第二天午饭时 将钱挖出来 树在二当家的院子里 但钱却是三当家儿子挖出来的 两个人当场撕破了脸 请肖木去评断 肖木摆着手 要我管 就大家一起平分了 二当家三当家一听 立刻不同意 两个人私下里去争这钱 当夜 我让肖木用剑 偷袭了二当家 后半夜 二当家和三当家 各自追随的兄弟互杀起来 死伤了不少 二当家废了一条胳膊 三当家死了 又隔了一日 三当家的遗孀 锁了二当家的房门 泼了香油一把火烧死了 他们一家人 肖木就玩火来找我 乖乖巧巧地喊了我一声 姐姐 我摸了摸他的头 乖 姐姐给你做红烧蹄袍 肖木脸红扑扑的 外面 宋石行的兵 从中原起誓 分左右两路军 这一是领诱路兵的人 不再是狼先生 而是前世狼先生的学生 姓宽 宽人峰也极有能力 但肯定比不上狼先生 翻年后 宋石行对上了秦王 两人大小战不断 有输有盈 互相牵制 我则带着肖木 悄无声息地吞了三个寨子 屯兵三万 又暗中招募着兵马 钱还要再多些 狼先生忧心忡忡 你许诺的响音太高了 我坐在山顶望 指着远处的一个山头 先生 那边深山中有个金矿 前世我听人提过 有人穷疯了进去偷 但都是有去无回 我知道 那是刘暗侯的山头 你打算怎么做 强 我道 狼先生却摇了摇头 你一旦动手 就会引起朝廷注意 届时 我们所有的盘算 都会功亏一篑 除非 狼先生一顿 我接着他的话 除非找人顶锅 结果怎么样不知道 但不做肯定没结果 我们出兵两千 乔装成宋石行右军 夜袭留暗侯的金矿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战场 前一世跟着宋石行 我多数在厨房忙碌 就算军营中每天都有伤兵 但我也没有目睹过战场 此刻刀光剑影 人的哀嚎马的思鸣 回荡在山间 震慑了我 我和狼先生坐在山头看着 先生问我 怕不怕 我点了点头 怕的 狼先生微微汗手 小声和我道 老夫也怕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从未经历过的事 谁能不怕呢 但我们相信 慢慢的就不会怕了 这就是成长 清了手矿的兵 但我们留了一半的矿工 连夜封了山路 第二天 刘暗侯就带兵攻山 连攻半个月不成 他折返回京 此处距经120里路 我以为他回京调兵 却不料 他居然绑了宋石行的姐姐 让他交出金矿换人 三日后 宋石行单枪匹马 到了狼牙寨 见到我和狼先生 他一点不惊讶 显然早就知道 我们在这里 狼先生不出山辅佐我 却跟着青牙做了土匪 先生是觉得 我不如青牙 狼先生喝着茶 青牙有勇有谋 刚柔并济 还真是比宋将军强些 宋石行也不恼 反而有种予有容烟的感觉 就像是他的作品 被人夸赞那样 青牙能得先生赞誉 可不能骄傲 我扫了他一眼 我和先生情同妇女 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在我身侧坐下来 青牙 你抢留暗侯的金矿 却嫁货给我 如幽经我姐姐在他手里 这个事你如何解决 他早晚都会被你害死 不过是今天还是明天罢了 我回试着他 先节爱 宋将军 他造反 也没有顾及自己的亲姐姐 现在来问我 难道指望 我吐月祖带袍 替他枯坟 他静静看着我 忽然笑了 真的和我越来越像了 三天后 宋石行杀了刘暗侯 将他姐姐救了出来 但他姐姐却不愿留在他身边 听说梁王妃 当着万军的面 骂他逆贼后 骂独自回京了 狼先生告诉我 我替梁王妃感到悲哀 如果宋石行真想保他一命 留他在军中 他是插翅 也飞不走的 可他还是走了 并再回到京城第一日 就被梁王一箭射落于马下 宋石行痛哭半日 在军中发誓 要为亲姐报仇 军中男儿感动于他的人意 十几万人振臂高呼附和着 要打进京城推翻大洲 缔造新的盛事 傍晚 手下给我送来宋石行的信 以及被我卖掉的那块玉佩 你帮我收着玉佩 我帮你照顾父母 等他日再相见 便是你我成亲日 我双手发颤 眼泪奔涌而出 先生 他抓了我父母 我以为 我将父母藏得很好 可没有想到 还是被他找到了 宋石行 宋石行 肖木提见要下山 怒道 我去杀了宋石行 我拦住了他 姐姐 这种人眼里根本没有情爱 你千万不要动心 肖木提醒我 我知道宋石行没有心 我也绝不可能动心 不急 先沉住气 我提醒他也提醒着自己 他暂时不会 害我父母的性命 有铁矿 还有金矿在手 招兵更加顺利 短短三个月 我已手握兵马八万 和前一世肖木招募的 兵马数目相同 但时间要比他更短 我掀了军旗 一个缝字 在风中烈烈舞动 八万人分前后两路军 前军由我和肖木带领 后军则全权交由狼先生 我们从京城外120里的 狼牙寨起市 连破三府六周十八线 控制了运河东南一带 三府是京城耳目 城府一破 朝廷立时会出兵攻打 肖木曾道 宋十行都不敢打这三府 我们如果动手 肯定会成为朝廷的靶子 没事 我告诉肖木 圣上身体抱养 活不过这个月 到时候几位皇子夺皇位 也会乱上一个月 我们有时间准备 前一世圣上驾崩 宋十行军中高歌欢庆 五月三日不断 我和几位厨子忙得昏天黑地 几日没有睡觉 还有 我低声道 这里离秦王进 对于秦王我有办法 对付秦王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道德宋十行前世的手段 秦王也是枭雄 无论用兵还是谋略 都和宋十行不相上下 但此人有一个弱点 便是多情 他的软肋 就是他的妻子 前世 宋十行突袭龙台山 将秦王妃困在其中 秦王顿时乱了阵脚 两兵对阵三个月 秦王一败涂地 最后自吻于龙台山秦王妃目前 我听到时 十分羡慕秦王妃 可现在不羡慕了 有她在 才给了我可乘之机 同年十月 西北天寒地冻 我和肖木半夜围困了龙台山 秦王妃正藏身于此 在山顶 我见到了秦王妃 容貌比我想象中还要美 就是天上的仙子 也不过如此吧 美姐姐美 肖木不屑一顾 这一年她窜个子了 衣服了两个月就要重做 现在看她我都要抬着头 我美 我白了她一眼 你夸我聪明 我会更高兴 秦王妃却递了杯茶给我 含笑道 世人都传冯青衙经过豪杰 今日一件果然名不虚传 你谬赞了 不过想活得更像个人罢了 我道 秦王妃若有所思 如今天下四分 我最看好的还是你 秦王妃觉得朝廷已是末路 不值一提 秦王过于优柔寡断 一颗心理 而你情占七分 本来宋时行应面最大 但今日见你 我却觉得你会赢她 我给她添茶 低声道 秦王只要详了 我便放年二位离开 去做一对神仙眷侣 我以为秦王妃会感激欣喜 但她却很不屑 不需要 一个男人而已 她辅了伏锦衣华服 最后一战 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不为别的 只因为你做了我做不到的事 王侯将相 谁规定 非得是男人才行 她大笑着离去 冯青衙 你得赢 这样我才不会白死 我错愕过后 肃然起敬 和肖木暮送她离开 秦王来得很快 带兵六万 她在阵前亲自叫阵 衣衫不整 怡戎颓废 和前世一样 她果然乱了阵脚 这一仗打了两个月零八天 秦王拥兵十八万 不断增兵与我对峙时 后方被送食行城市吞噬过半 她也不管 最后一仗 正是大年初六 这一天是秦王妃生辰 她邀了秦王在龙台山会面 夫妻共饮一杯毒酒 死在压着厚厚积血的长青树下 秦王妃给我留了一书 让我将它烧了 撒在龙台山 至于秦王她一字未提 我硬了她 将她细碎的骨灰 撒在龙台上每一处 秦王一死 她的兵都归在我灰下 郎先生亲自点兵 共二十万零四千 再回首 便只剩下送食行 送食行的信送来 附上写着我和她生辰八字的婚书 万事已备 只待夫人 她道 肖木将信揪 成团丢进火炉里 气道 这次一点脸都不要 无耻 下见 青牙 今晚我就率兵去救爹娘 肖木道 谁让你喊我青牙的 我敲她的头 叫姐姐 肖木白了我一眼 我和你说正事 你不要盯着戏之末节说个不停 当夜 郎先生赶了回来 和我们在湖中商讨对策 唯一既能确保我父母安全 又能杀了送食行的两全方法 我望着波光淋淋的水面 和他们道 可能就是 我去赴约 和她成亲 和前世一样 却又不一样 送食行还没登基 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啃骨头的狗 不行 我不同意 肖木绷着脸 你去不如我去 就算不能全身而退 我也能和她同归于尽 你去只有送命 你当送食行是文若书生 任由你打杀 我瞪她一眼 听我和先生的 你不要擅自行动 她唠叨着叮嘱我 不要喜欢上她 也不要心软 我捂住她的嘴 生死攸关 我是没分寸的 那倒不是 她咕弄道 这一夜 我们商讨了很久 定下了周全的计划 下午 我单枪匹马 去找送食行 运河河畔 她扎营助兵六万 与我军隔江而望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时间 我再一次站在她的军营外 等着船舰 前一世 我交了玉佩 等了半个时辰 来前 我在河里洗了脸 梳了头 满腔激动和期待地 站在这里等送食行 那时的我不可否认 对她当初临行前的许诺 是抱有期待的 但她给我的 只有末世 如今 我再一次站在了这里 而结局 谁也不知道 你来了 思绪转过 送食行出现在我面前 她竟亲自迎到军营外 我爹娘呢 我不想和她多言 只想确认我爹娘安危 正带你去 她引我往前走 掀开帘子 我看到爹娘 一家三口抱在一起 哭了一通 送食行正忙着 让人上了韭菜 招呼我们落座 虽在行军中 可婚事不能马虎 我已让人准备 清雅也听听 如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再调整 她语气很温柔 仿佛会住着无尽爱意 但我知道 这只是 她想要呈现出的表面 她没有心 话落 她喊了一人进来 看见来人 我浑身发寒 气血翻涌 是她的副将马仕超 马仕超深看我一眼 眼底满事不屑 我知道 这个人狂妄且自负 前世 他知道我来军营时 是拿着信物找的宋食行 宋食行虽没有介绍我是谁 可明眼人都知道 我和他一定有着什么联系 可马仕超 依旧借着发酒疯的名义 凌辱了我 他这样做 不过是吃定了宋食行 不会为了我杀他 他是对的 宋食行不但没有杀他 而且还轻易原谅了他 死前 我召他入宫为他侦查 他防着我调换了两杯茶的位置 可他不知道 我本就打算和他同归于尽 所以两杯茶里都有毒 毒发时 他苦苦挣扎 掀翻了桌子痛骂我 说我就算当了皇后 也依旧是他和宋食行的玩物 画面翻转 我听着他语气随意地说着婚事流程 我打断了他的话 马仕超 我扬了扬下吧 我都要和你们将军成亲了 见着主母这般无礼吗 马仕超一愣 脸上顺食聚满了怒气 我又不是家奴 见你为什么要行礼 你算什么东西 我猛地站起来 一杯热茶泼在他脸上 我是你主子的妻子 你说我是谁 你找死 马仕超当即拔出刀指向我 我站在对面 未动半分 气氛僵持起来 我爹娘惊地护在我两侧 军长中没有人说话 过了许久 宋食行起身 扶开了马仕超的刀 滚出去 他对马仕超道 马仕超猛然转头看向他 不敢置信地质问道 将军 你为了一个臭女人让我滚 他说的没错 宋食行面色沉郁 他是我的夫人 你不尊重他 便是在羞辱我 马仕超像是听到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 他咬着牙 冲着我抱拳 是 马仕超拜见夫人 说完 他劈开了帐帘 盛怒而去 一阵沉默后 宋食行看向我 清雅满意了 真高兴你偏向我 我请他坐 只可惜没听完婚礼的流程 稍后再请马仕超来说说 宋食行深看我一眼 我和他的心思都摆在明面上 我挑拨马仕超和他的关系 而他 想看看我背后攒着怎样的自救手段 这一场 我和他总有一个人要死 而我 并不怕死 在军中住下 我没事就四处散步 不避嫌 更不见外 再碰到马仕超 我便会给他投去嘲讽的目光 有时还会骂他两句 他也不知 听宋食行说了什么 竟一直忍着我 规矩立得不错 我赞同的对马仕超道 有家奴样了 马仕超攥紧了拳头 脖子都憋得粗红 但却一句反驳的没说 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 你学过吗 我退后几步看着他 我做皇后 第一个就除了你 他终于忍不住 咬着后曹牙回我 你太高估自己了 你和我 将军先杀的一定是你 过后几日 右军与朝廷军对阵后大晟 左军同摆庆功宴 我陪宋食行坐 在上位 陪着他们庆祝 敬你 宋食行与我碰杯 你我成亲时 一定比现在还要热闹 我叹了口气 将军不如称帝吧 我也能直接做皇后了 我多没面子 我以为他会拒绝 却没有想到 他握住了我的手 轻轻道了一句 好 听你的 我多喝了两杯 起身去敬事 走到半路 一只手猛然攥住我的手腕 将我拖进了军杖 马仕超将我摁在床上 像前世那样 上手便撕我的衣服 前世的恐惧 和此刻的惊怕双重袭来 我道 马仕超 你最好想明白了在座 贱人 马仕超撕开我衣巾 我当然明白 你天天挑衅我 不就是为了挑拨 我和将军的关系 将军是什么人 岂能识 不破你的伎俩 今夜我就要强了你 看看将军设不舍地杀我 我看着他 你想错了 我挑衅你是受你们将军的吩咐 你狂妄自负 不服军纪目中无人 他早想要你死 飞鸟进梁攻藏 狡兔死走狗砰的道理 你没有听过 马仕超动作一顿 我是他未过门的妻子 夫妻同心 他是帝王 我是皇后 而你不过是外人 以前是将来也是 马仕超又扇了我两个耳光 说我骗他 那我们打个赌 一会儿他会不会杀了你 马仕超撑在我双侧的手 开始发颤 过了许久 他磨牙道 赌就赌 老子怕你一个娘们不成 好 我低声道 我若输了 他动了杀意你便叛乱 只要带我一家三口离开 过后二十万兵权 我双手奉上 他浑身一震 仿佛才想起来 我的手上还有二十万兵马 这个赌 他接了 毕竟从撕开我一斤时 他就没了回头路 至于我 稍后不管什么结果 我都不会输 如果宋时行轻易原谅马仕超 那我就继续留下 计划照旧 如果宋时行杀了马仕超 那更好 马仕超在他军中的影响力 仅次于他 这个后果他负担不起 就在这时 宋时行先连进来 我揪着破碎的衣领 躲在他身后 低声哭着 马仕超示威地提了提裤腰 出乎我的意料 宋时行几乎没有犹豫 就将剑架在了马仕超的脖子上 这个结果 便是连我也惊讶 和前世 不一样 我告诉过你 我的人不要动 宋时行一字一句道 你既要找死 我便成全你 马仕超满脸的错愕 眼里只有权势的将军 这一日为了女人 要亲手砍断左膀右臂 他赌输了 他大吼一声 把刀反击宋时行 过来抢我 他们你来我 网刀光剑影时 军中也跟着生了乱 我站在门口等结果 一刻钟后 马仕超死了 死后没有明目 直勾勾地盯着宋时行 宋时行丢了剑 拽着我去了他的军帐 怎么样 宋时行压着怒意问我 出乎我的意料 将军竟舍得杀他 我整理着衣服 很满意 他却捏住我的胳膊 又重复了一句 我再问你 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我看向他的眼睛 探究他的表情 他的眼底怒意翻涌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无法解读的情绪 失态的宋时行 我第一次见 我很好 我拨开他的手 身体好 他没有再说什么 福连出去 过了一刻 我娘急匆匆进来 将军让我来照顾你 马仕超有没有欺负你 我摇了摇头 马仕超的死 带来的效果 比我想的还要大 他当初可是背叛朝廷 带兵五万败在宋时行麾下 现在他一死 他的兵立刻聚集 要杀了 我为马仕超报仇 我也不懂 宋时行还在等什么 为什么不杀我 我想到狼先生临行前说的话 自负如宋时行 女人在他眼中 永远是可控的 我再倔再有能力 也不过是女子 只要娶了我两军合体 天下依旧是他的天下 只能是他的天下 说到底 他还是觉得 一切都在他的算计和掌控中 我是他的 所以我的就是他的 大婚这日 军营挂满红筹 我交代了爹娘 不要管我的生死 你们只管离开 出去就有人接应 爹娘连连应试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我穿着红衣 在军中耀武扬威地走了一圈 马仕超的部下见到我 躁动着骂骂咧咧 恨不得立刻上来 红烛暖账 宋石行一身红衣进来 狼先生没来 着实遗憾了 待他任你登机时 再请他喝酒便是 也好 他道 我道酒给他 他一正 目光在两杯酒上交错 我心领神会将两杯酒换了位置 又想了想 索性都道掉了 将军自己拿酒道吧 这样肯定不会有毒 也好 他道 他出去寻了一坛酒进来 给我和他斟了两杯 他将酒递给我 眸光浅犬 我想到前一世我和他成亲 没有人管理 也没有喝浇杯酒 他脱了红袍留下一句报恩而已 便自行离去 这一世 他变化还真大 讲究了 喝浇杯酒时 他在我耳边道 你爹娘太高兴喝醉了 在军中乱跑 出了军营 竟又折了回来 我手一抖 酒洒在他肩头 别担心 我让人服侍你爹娘歇下了 我们今晚也早歇歇着 我扶住了桌面 才不让自己倒下 我有个问题 想问你 强稳住心神 你就这么自信 娶了我就能得到我的兵马 宋石行摇头 娶你只是想娶你 和你的兵马无关 宋石行里了 离我变脚的碎法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都逃不过我手心的 我轻笑着看着他 这次 不一定 他目光微致 动作也变得迟缓了一些 是蜡烛 他抬手要挥灭蜡烛 我摇了摇头 没有用 你已经中毒了 得亏他讲究了 还摆了一对龙凤竹 不然我还没机会下毒 宋石行跌坐下来 和我隔着桌子对峙 所以 你进来这里 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我偏头看着他 宋石行 你相信前世金生吗 如果有前世 你也逃不开我的手掌心 宋石行自信地道 还真的是 我从遇见他那天起 就在他的射下的牢笼里 直到死 金生不会了 我告诉他 军帐外火光冲天 喊杀声四起 我在宋石行注视中 端茶服用了解药 并冲着他笑了笑 我的兵来了 宋石行不屑一笑 你不敢杀我 他是真的不信 我敢杀他 就像他一直自信 我逃不脱他的手掌心一样 可我敢 这一夜 马氏抄的兵反了 和宋石行拆了火 肖木兵分六路 带兵杀了过来 群龙无首 军内混乱 宋石行一败涂地 一个月后 垮人封领的右军节节败退 退居西北 再退出关外 被肖木追出百里 取了他的人头 半年后 前一世 宋石行围困京城的同一日 我带兵围了京城 宋石行破城的同一日 我破了京城 宋石行杀了新地 站在乾坤殿上 会见群臣的同一日 我换上了新艺术了 发际高坐在上 他们跪拜 高呼 恭迎新主 听 我掀了帘子 问座位后的宋石行 他们喊我新主 而不是皇后 如果目光能杀人 他肯定已经杀了我无数次 是你沾了我的光 待在这里 宋石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六日后 我登基称帝 定国号烟 和前世宋石行的国号一样 但不一样的是 这次我是君王 而他是阶下囚 礼乐鞭炮声中 我坐在床边打量着宋石行 绝世六日的他 忽然睁开眼睛看向我 这一瞬眸光懵懂 冯青衙 你没死 他惊异地喊出我的名 喊完之后 又痛苦地拧起眉头 眸光自灵力 又变成无尽的痛苦 这次 你满意了 不是满意 是痛快 我告诉他 很痛快 宋石行 这世上 没有什么事 肯定不会变的 譬如你强 譬如我弱 譬如 我爱你 房门被推开 肖木大步进来 牵着我的手往外走 去看焰火 看他有什么意思 好 看焰火 你还留着他做肾 让我杀了吧 今天是好日子 明天杀吧 杀完将他葬在我爹娘坟前 这时 一枚焰火点亮黑夜 绚烂且夺目 完 转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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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